妻子产后去外地工作 回家时竟抱了一个男婴 老公 这可是你的小儿子呢 中年再得益子 丈夫极为高兴 但不久小儿子竟离奇失踪 发生这种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可是孩子的爸爸 妻子提出离婚 丈夫发现小儿子并非亲生 妻子究竟隐瞒了什么秘密 被偷走的亲儿子 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这天上午 南方某县人民法院的第一审判庭内 正在审理一起离婚案件 原告席上坐着一个女人 年纪约莫45岁 名叫墨水兰 而被告席上坐着的是她老公赵志高 当法官问起老赵 他俩夫妻感情如何的时候 老赵委屈地说 我俩结婚十几年了 孩子生了三个 小儿子是前年出生的 如果不是被人偷走了 今年都快三岁了 如果感情不好 小儿子能出生吗 我就不懂了 阿兰你为什么要离婚呢 老赵说着还委屈地红了眼眶 法官见老赵的情绪有些激动 安抚了一下 原告阿兰文言厌恶地看向老赵 赵志高 你是睁眼说瞎话吧 我什么时候跟你又生了个儿子 我们分居都七八年了 法官 你别听他乱说 阿兰 你把儿子弄丢了 我也没怪过你 但你不能为了离婚否认他的存在 咱全家都见过那孩子呢 这是怎么回事呢 夫妻俩闹离婚 竟然在法庭上 为有没有生过孩子吵了起来 这是他们应该心知肚明才是 这到底是谁在说谎呢 在法官的询问下 老赵说起了他和阿兰的过往 十多年前 老赵到了该成家的年纪 家人见他的婚事还没着落 就积极地为他安排相亲 可见了好几个相亲对象 老赵都不满意 直到他见到了阿兰 阿兰个头不高 但五官端正 笑容甜美 一双大眼睛乌溜溜的 说起话来又娇滴滴的 这样老十八招的老赵 第一次体会到心动的感觉 而阿兰呢 他知道自己是有几分姿色 但工作和家庭条件都很一般 这赵家虽不是大富之家 但也过得去 而且老赵性格忠厚老实 他想啊 这种男人才适合过日子呢 在老赵的追求和赵家人的撮合之下 老赵和阿兰在一年后顺利结了婚 婚后夫妻俩的小日子过得也算安稳 阿兰为老赵生下了一对儿女 做了爸爸的老赵很是欢喜 但他并没有察觉到阿兰的内心早已发生了变化 原来在阿兰第一次怀孕后 身材是严重走样 这样阿兰的内心很不适滋味 他担心自己变丑了 老公会变心 快出去鬼混 阿兰整天在家胡思乱想的 为了防止老公沾花惹草 他不时翻看老赵的手机 检查他的衣物上 有没有留下女人的头发 香水味等痕迹 看看有没有他出轨的蛛丝马迹 同时为了尽快恢复昔日的美貌 阿兰经常问老赵拿钱去买新衣服 去美容院做护理 想尽一切办法把自己弄得美美的 自从阿兰辞了职 家里的重担就落在老赵一个人的身上 他不是没察觉到阿兰的小心思 但一想到阿兰为家庭的付出 他就睁只眼 闭只眼 由着阿兰花钱 可渐渐的 阿兰的神经兮兮和挥霍无度 让老赵感到吃不消了 这一天呀 阿兰又问老赵拿几千块钱 说要去美容院做一个新的护理项目 老赵隐忍多日的情绪终于爆发了 阿兰啊 我一个人背起这个家已经很累了 你能不能少花点钱 在我心里你就是最漂亮的 咱留点钱花在孩子身上不好吗 阿兰听了 觉得老赵是在怪他 情绪也上来了 赵志高 我好看也是给你面子啊 你非要我在家做个黄脸婆你才安心吗 当年你说过让我一辈子享福的 可我分明是在受罪呢 天天在家带孩子 还担心你会不要我 阿兰越说越委屈 气不成声 老赵觉得阿兰完全就是无理取闹 也来气了 不是我说你啊 天天花那么多钱捣护着脸蛋 你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 你还当自己是个小姑娘啊 阿兰一向重视容貌 这一下子啊 就像被老赵刺中了死穴 他气得咬住嘴唇 脸也憋得通红 哭着跑了出去 夫妻俩冷战了好些天 后来啊 看在孩子的份上算是和好了 但这一场冲突就像一根刺扎在阿兰心上 夫妻俩经常因为钱的问题争吵 就这样拉拉扯扯 哭哭闹闹折腾了好几年 一对儿女都到了上小学的年纪 突然有一天 阿兰就跟老赵说 城里有个朋友开了个化妆品专卖店 他对这一行有兴趣 想着孩子大了 不需要自己天天跟着 他要去朋友那里工作 至于孩子嘛 爷爷奶奶费点心 照顾一下就是了 老赵心里也知道 其实这些年夫妻俩磕磕碰碰的 感情早已大不如前 阿兰出去工作 能缓解家里的经济压力不说 说不定啊 还能改善夫妻俩的关系呢 老赵想想也就同意了 阿兰在外面找了一份工作 刚开始阿兰每个月都回家看望孩子 慢慢的阿兰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 老赵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阿兰的工作 可是这一年春节阿兰却并不是一个人回家的 原来阿兰竟然抱了一个男婴回家 看到老婆抱着一个男娃回了家 老赵一下子是障恶和尚摸不着头脑 只见阿兰怪不好意思的 红着脸说道 老公 这可是你的小儿子呢 你说什么 老赵震惊不已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老公 这真的是你儿子 我发现的时候已经怀孕快四个月了 原想着是工作忙越是不准 没想到是怀孕了 想到你工作忙 我这边工作也走不开 索性就瞒着你 给你一个惊喜 你高不高兴啊 老赵想起快一年前 阿兰的确回家住了几天 想来这时间也对应得上 谈恋爱那时候 阿兰总有些浪漫的想法 他说要给自己个惊喜 的确像他会做的事 老赵是彻底相信了阿兰的话 高兴得一把抱过小儿子 是亲了又亲 这个春节赵家过得是喜气洋洋 亲朋好友知道老赵人到中年 再得一子纷纷前来祝贺 过完年以后 阿兰没有立刻回城里上班 直到有一天 他说产假也休得差不多了 他要带着小儿子回城里上班 老赵刚开始是拒绝的 他非常重视这个意外得来的儿子 他想天天都能见到小儿子 同时啊 他也担心阿兰忙于工作 没法照顾儿子 可阿兰却说自己是店长 可以把儿子带到店里上班 城里的医疗教育 都比老家好 他不想留在老家 老赵觉得阿兰说的也有道理 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同意了 自从阿兰回了城里 老赵就时刻牵挂着小儿子 他多次到城里看了阿兰母子 还劝阿兰把工作辞了 自己这些年也存了些钱 如果阿兰愿意 他可以出钱给阿兰开个美容店什么的 可阿兰竟然拒绝了 说自己在城里做得好好的 不想辞职 老赵不想伤了夫妻和气 也就没再说什么了 可让老赵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这一天他再次去城里看阿兰 竟然得知了一个让他悲痛不已的消息 这就是怎么回事呢 老赵日思夜想的儿子竟然失踪 妻子此时却提出了离婚诉讼 老赵是彻底的懵了 妻子当庭否认曾与老赵生子 当年抱回来的孩子到底从何而来 医院却以涉及病人隐私为由 拒绝了 老赵向法院提出了调查取证申请 他会得到关于孩子的什么信息呢 被偷走的亲儿子 法律讲堂正在不出 原来老赵是趁着假期去看阿兰母子 他买了一大堆儿子的东西 想给阿兰一个惊喜 他刚到阿兰住处楼下 就碰见了要回家的阿兰 阿兰一见到老赵啊 眼里闪过一丝惊慌 再看到老赵手里提着一堆小孩子用的东西 他竟扭着头捂着脸跑开了 老赵见状觉得有些奇怪 赶紧追了上去 一问才知道 阿兰说小儿子竟然被人偷走了 我一直不敢告诉你 是怕你伤心 孩子啊是在门店里被偷走的 我报了警 可快两个月了都没有消息 我想着儿子或许能找回来 便瞒着你 发生这种事情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可是孩子的爸爸啊 老赵急红了眼 我不是怕你怪我吗 你让我辞职我又不愿意 带着孩子上班还把孩子弄丢了 阿兰哭得是上气不接下气 老赵见状也不忍心再责怪他了 事已至此 老赵只得安慰阿兰 孩子可是娘身上掉下的一块肉 他相信没人会比阿兰更难过了 老赵远想再去公安局了解情况 却被阿兰阻止了 阿兰说之前自己几乎天天都跑去派出所问情况 警察呢都很尽心 但实在没有进展 说有消息会立马通知自己的 他担心如果自己再去追问 怕是会打扰到警察的正常工作 也会让警察觉得自己不信任他们 老赵觉得阿兰说的也在理 就打消了去公安局的念头 老赵陪着阿兰过了几天 便回老家工作了 毕竟生活还得继续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快两年 孩子依旧没有消息 老赵越来越不敢主动问起孩子的情况 就怕触碰到阿兰内心的伤疤 阿兰回家的次数是越来越少 有时老赵说要来看他 阿兰也总以各种理由搪塞 老赵不善言辞 面对与阿兰日渐疏离的关系 也不知道该如何改善 他只希望时间能够淡化阿兰的伤痛 可他万万没有预料到 阿兰竟然把他起诉到法院要求离婚 阿兰为什么要跟自己离婚呢 老赵是彻底的懵了 他赶紧打电话给阿兰 可阿兰不愿多说什么 还说自己换了住址 让老赵别来找他 有什么到法庭再说 案子如期开庭 当法官问起老赵 他们夫妻感情的时候 就发生了节目一开头 我们说的那一幕 那老赵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被告 你有证据证明你们又生了一个孩子吗 孩子是阿兰报回来的 还没来得及上户口 他又带着孩子回城里上班了 后来又说孩子被人偷走了 但我们真的见过那孩子啊 老赵拿不出证据 一脸的为难 由于查清老赵 他们是否还生育了一个孩子 对案件的判决 有重大的影响 法官酌情再次给予老赵 五个工作日的举证期限 案子先休停 停后在亲友的建议下 老赵委托了律师 向律师说明情况 希望律师可以帮帮自己 在律师的陪同下 老赵来到阿兰工作的城市 打听阿兰的生育情况 最终得知 阿兰的确在前年怀孕 在妇幼医院生了个孩子 一直到这些消息 老赵的律师来到妇幼医院 申请调取阿兰的住院记录 可医院却以涉及病人隐私为由 拒绝了 在这种情况下 老赵的律师向法院提出了 调查取证申请 请求法院去医院调取 阿兰住院的有关病例 那法院会接纳律师的申请吗 到这里就要讲到 今天的法律支持点 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 在我国 法院调查取证的方式有两种 一种是依职权 一种是依申请 前者是法院主动调查取证 后者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 否则法院不会主动去调查取证 两种不同的方式下 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是不一样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96条的规定 只有在涉及可能损害国家利益 社会公共利益 当事人身份关系 以及一些诉讼程序方面的事项 法院才会主动去调查取证 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 基本上都是站在 社会公益的立场上进行的 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4条规定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可以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 那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包括哪一些呢 第一 证据由国家有关部门保存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无权查阅调取的 第二 涉及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 或者个人隐私的 第三 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 因客观原因 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证据 本案中 医院保管着阿兰住院记录等资料 这些记录涉及阿兰的个人隐私 医院是不会主动对外公开的 属于客观上 老赵和他的代理人 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 而且这些证据关系到法院认定阿兰和老赵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 就算感情破裂 对于孩子的抚养问题 也是离婚案件需要处理的问题 因此老赵的代理人可以向法院申请调取阿兰的住院记录 法院调取了阿兰的住院记录后 发现阿兰的确在那里生下一名男婴 让人大吃一惊的是 孩子父亲一兰登记的姓名并不是老赵 而是一个叫吴洪辉的名字 显然阿兰为什么要否认跟老赵再生了一个儿子 答案已经呼之欲出 但那孩子真的被人偷走了吗 阿兰眼看事情败露 不得不说出了实情 阿兰遇到初中同学 两人相见恨晚 坠入爱河 几年后 阿兰还为阿辉生了一个孩子 阿兰想离婚和老同学重组家庭 但老同学却夺走孩子失踪了 阿兰非常的生气 对阿辉感到心寒和失望 丈夫得知阿兰的全部秘密后 会做出什么样的决定呢 被偷走的亲儿子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原来就在阿兰和老赵感情变淡的那几年间 一个男人走进了他的生命当中 那个男人就是吴洪辉 那一天 阿兰无聊地在商场里闲逛 在化妆品柜台前试用产品 导购小姐见他衣着普普通通 断定他消费不起 对他的态度很是敷衍 阿兰的内心很不爽 可囊中羞涩 没办法给自己正面子 心里还盘算着怎么走开 才不至于那么丢脸 就在这时 一个似曾相识的声音 在阿兰的耳边响起 兰兰既然来了 总得买点什么呀 看中什么 算我的 阿兰抬眼一看 原来是很久不见的老同学 吴洪辉 阿辉是你啊 怎么能让你破费呢 我随便看看就好了 谢谢啊 阿兰正想趁这个时机 离开柜台 阿辉伸手拉住阿兰的手臂 让他留步 你也说我们好久不见了 就当我送给你个见面礼 你跟我客气 就是不给我面子 来 挑你喜欢的 这下导购小姐的态度 来了个大转变 殷勤地向阿兰介绍产品 阿兰受宠若惊 也不好意思再推妥 就挑了两款 一旁的阿辉 始终笑着任由阿兰挑选 然后刷卡结账 离开柜台以后 阿兰不停地向阿辉道谢 在阿辉的邀请下 两人来到餐厅小座 画起的当年 原来这个阿辉和阿兰 是初中同学 阿辉高大帅气 很受女生欢迎 这当中也包括阿兰 阿辉当年对阿兰 也有那么点好感 两个人之间 也有点早恋的意思 只可惜初中毕业后 阿辉就随父母离开县城 到市里上学了 两个人从此少了联系 一段青涩的感情 也就此画上句号 为了处理父母早些年 在这里购置的房产 阿辉最近回老家住一阵子 这次重逢以后 阿辉和阿兰的旧事的感情 似乎又重新萌芽 两个人在那段时间里 是经常见面 很是暧昧 阿辉对阿兰的感情 一如当年那般美好 并不介意阿兰已婚 对比木讷的丈夫老赵 阿辉不见事业有成 海风趣幽梦 阿兰被阿辉深深地迷住了 阿辉在城里工作 为了争取更多的相处机会 阿辉建议阿兰离开县城 到城里 这样两个人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 阿兰被爱情冲坏了头脑 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顺利骗了老赵去城里工作 来到城里后 阿辉为阿兰租了一个房子 阿兰很是纳闷 觉得自己可以和阿辉同居啊 没必要再浪费一笔房租 但阿辉总是找各种理由 搪塞过去 没有正面回答阿兰的问题 阿兰爱得盲目 根本没有深究 对阿辉是言听计从 几年后 阿兰还为阿辉生了一个孩子 阿兰生下孩子后 是坚定了要和阿辉 共度余生的决心 他跟阿辉提出 要和丈夫老赵离婚 再跟他结婚 阿辉却支支吾吾地不表态 这时的阿兰终于感觉 是有蹊跷 很快 阿兰四处打听 竟然发现阿辉是个有家事的人 阿兰这才恍然大悟 怪不得阿辉不愿意跟自己同居 阿兰跟阿辉摊牌 逼他离婚 阿辉一直没有同意 阿兰非常的生气 对阿辉感到心寒和失望 思前想后 阿兰干脆抱着儿子 回县城找老赵 告诉老赵儿子是他的 看到老赵很贴心地照顾着小儿子 阿兰很是感动 阿兰回想了一下 觉得老赵其实也挺好的 既然回来了 要不以后就跟着老赵好好过算了 可没多久 阿辉竟然主动来找阿兰 求阿兰原谅他 还承诺会跟老婆离婚 希望阿兰给点时间 让他处理这件事 阿兰刚为阿辉生下一个儿子 心里自然更倾向于他 很快就动摇了 于是阿兰再次谎称要回城里工作 带着儿子去到城里 跟阿辉又一次在一起了 老赵人到中年再得益子 自然是倍加珍惜 不时到城里探望阿兰母子 这一天 阿兰在楼下撞见老赵又来了 那时阿辉还在楼上逗儿子呢 他吓坏了 于是集中生智 索性编了一个谎言 说自己忙于工作 儿子被人偷走了 还趁老赵不注意的时候 偷偷发了信息给阿辉 让他赶紧带走儿子 自从跟老赵说了儿子 被偷走以后 阿兰几乎再也没回过老家 儿女常年不在身边 在他眼里 他跟阿辉的真爱才是最重要的 他一心想着 以后就要跟阿辉过好日子了 然而一晃两年过去了 阿辉却始终没有离婚 这一天阿兰又质问阿辉什么时候离婚 阿辉就跟阿兰说 为了表明阿兰对自己的感情 让阿兰先离婚 儿子先给自己照顾着 等阿兰离婚了 自己也会离婚的 于是阿兰迫不及待地向法院起诉 要求跟老赵离婚 这才发生了法庭上那荒唐的一幕 得知真相的老赵气愤不已 他果断同意离婚 还在律师的建议下 提出了精神损害赔偿的申请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 阿兰在婚姻关续存续期间 与他人生育一子 严重违反了夫妻间的忠实义务 最终法院结合老赵的损害后果 阿兰的过错程度及负担能力 当地的经济生活水平等因素 判决准与老赵和阿兰离婚 一双儿女归老赵抚养 阿兰赔偿老赵 精神损害赔偿金2.5万元 判决下来以后 阿兰想着终于可以跟阿辉双数双七了 可他没有想到的是 阿辉竟然留下一封诀别信后 不知所踪 信中写道 阿辉并不想离婚 只是想要儿子 让阿兰别再纠缠他 阿兰这才发现自己跟错了人 自己的自私和盲目 摧毁了一个美好的家庭 还真的弄丢了自己的亲儿子 真是自作自受 昆英不是儿戏 而是一份庄严的承诺 意味着双方都应该坚守底线 多加沟通与包容 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选择 和昆英负起责任 若爱情难以为继 也请认真的给昆英 画上一个法律认可的句号 好的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女孩结识附加男友 男友却频频让女孩帮他借钱 利息费 违约金 手续费一共十万 女孩为男友欠下巨额债务 男友却突然消失 敢欠大爷的钱 小心要了你的小命 女孩无助之时发现 自己怀上了男友的孩子 母亲带女孩报警 揭开男友的惊人真面目 男友借钱我来还法律讲堂 下期不出 她眼神 偶像 属 mogelijk